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今夜笑话》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 喂食膜面包不看恐怖片 因为它怕变吐司 2. 喂食膜月亮不上学 因为它已经有了夜笑 3. 喂食膜番茄不打网球 因为它怕被击成果酱 那摩,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喂食膜面包不看恐怖片 因为它怕变吐司 好吧,这个问题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但既然你问了 就让我们来探讨一下 这个充满哲学与面包学的深奥问题 首先,我们得了解面包的本质 面包,这个古老而又亲民的食品 使用面粉、水、酵母和盐 经过柔和、发酵、成型和烘烤而成 它的存在,对于人类文明来说 无疑是一大进步 但是,当我们谈到面包和恐怖片的关系时 事情就变得有趣起来了 这个笑话的幽默之处 在于它使用了一种修辞手法 称为拟人化 即赋予非人类物体 以人类的特性 在这里,面包被赋予了感受恐惧的能力 这本身就是一种荒谬的幽默 当然,面包是没有情感的 它不会感到恐惧 也不会因为看恐怖片而变成吐司 但这正是笑话的精髓 它打破了现实的逻辑 带给我们一瞬间的愉悦 再来,这个笑话还运用了语言上的双关 在这里,怕变吐司既可以理解为 面包害怕变成另一种食品 吐司也可以理解为 面包害怕被烤焦 因为在英语中 Toast既有吐司的意思 也有烤焦的意思 这种双关 使得笑话在语言层面上更加俏皮 最后 如果我们要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 这个笑话也反映了 人们对于食物转化过程的一种幽默认知 在现代社会,我们经常将食物人格化 赋予他们情感和故事 这不仅是广告和娱乐的常见手法 也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寻找乐趣的一种方式 总之 这个笑话虽然简单 却包含了语言的巧妙 文化的趣味和人类对于食物的创意想象 下次当你看到一块面包时 也许你会想到 它害怕变成吐司的样子 并且在你的脑海中勾勒出一幅面包 躲在沙发后面 战战兢兢地看着恐怖片的滑稽画面 这就是幽默的魅力 它能让我们在日常的平凡中 发现不平凡的乐趣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为什么月亮不上学 因为它已经有了夜笑 哈哈 这个问题真是既会写又充满想象 当然 月亮不是一个需要接受教育的生物 但这个笑话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让我们可以从科学和文学的角度 来探讨这个有趣的比喻 首先 从字面上来看 月亮不上学 是因为它是一个无生命的天体 它不需要学习数学 文学或是科学 因为它不会进行思考 或是有任何的生活需求 但是 如果我们将这个笑话 放在一个更加失忆的框架中 我们可以说 月亮是宇宙中的一位老师 每晚都在上它的夜笑课程 教导我们 关于自然界的循环 潮汐的变化 以及时间的流逝 月亮的夜笑课程 可能包括了解 它对地球的引力影响 这影响了地球上的潮汐和生物节律 它还可以教我们 关于天文学的基础 比如月象的变化 日时和月时的原理 以及它在不同文化中的象征意义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月亮在人类文明中 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古代的农业社会 依靠月亮的周期来计算时间 安排种植和收割 在神话和传说中 月亮常常被赋予神秘的力量 和深刻的象征意义 从古埃及的月神 康素到希腊罗马的月神 Artemis Diana 月亮一直是夜晚的守护者 和时间的记录者 最后 从幽默的角度来看 这个笑话 也许是在暗示 月亮是一位夜猫子 它选择在夜晚活跃 而不是在白天 这就像是那些喜欢熬夜的学生 他们可能会觉得 夜晚是学习和创造的最佳时刻 总之 虽然月亮不需要去学校 但它确实在每个晚上 都向我们展示了它的课程 从它的轨道 到它对地球的影响 月亮都是自然界中 一个不断教育我们的存在 所以 下次当你抬头看到 夜空中的月亮时 不妨想想 它可能正在教授的课程 并且感谢它不需要学费 就提供了这么多的知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喂食膜番茄不打网球 因为 它怕被击成果酱 各位亲爱的学生和蔬果爱好者 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 深奥而又引人发笑的问题 喂食膜番茄不打网球 这个问题 可能会让你们想起那些夜深人静时 躺在床上思考宇宙奥秘的时刻 但别担心 我们今天不会那么深入哲学 而是要用一点幽默来解析这个谜题 首先 让我们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 番茄 学名 Selenum lycopersicum 是一种红色 多汁 圆润的果实 属于茄科植物 它们的生活方式相当简单 从土壤中吸取养分 享受阳光和雨水 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成熟 等待被收获 在这个过程中 你会发现 番茄并没有发展出 任何打网球的必要器官 比如手臂 腿部 或是那至关重要的眼球协调能力 再来 从物理学的角度分析 番茄的结构 并不适合承受高速网球的冲击 它们的外皮 虽然在蔬果界 算是有点韧性 但在网球场上 那可是脆弱得很 一旦被击中 番茄就有可能爆炸成一团果酱 这对于任何渴望在网球场上 大展身手的番茄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职业障碍 最后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 番茄在人类社会中的角色 主要是食材 而非运动员 它们在厨房里的表现 远比在网球场上来得出色 无论是被切片放在沙拉里 还是被煮成美味的番茄酱 番茄都能够发挥其最大的潜能 而不是 在网球场上冒着被击成果酱的风险 所以 亲爱的同学们 当你们听到 为什么番茄不打网球 因为它怕被击成果酱 这个笑话时 你们可以微笑 并且欣赏这句话背后的生物学 物理学和社会学知识 这不仅仅是一个笑话 这是对番茄生活哲学的一种深刻理解 也是对它们 在我们饮食文化中 不可或缺角色的一种赞颂 下次当你们吃到番茄时 不妨感谢他们 没有选择成为网球运动员 而是选择成为我们餐桌上的明星 总之 这些笑话虽然简单 却蕴含了许多有趣的知识和想象力 它们透过幽默和轻松的方式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发现不平凡的乐趣 无论是面包 月亮 还是番茄 它们在我们生活中 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而这些笑话 正是在向我们展示 这些角色背后的趣味和智慧 现在 我想邀请各位观众 一起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和经验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曾经听过或想到过类似的笑话吗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些有趣的问题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在笑声中度过愉快的一天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感谢大家的收看 记得留言和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